中华民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 花莲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伴林乐林学习活动 带领20位长辈参访花莲市立幼儿园儿童分馆 安排导览、绘本故事、导读 以及DIY雷雕小物制作等精彩的活动 为长辈们提供一个丰富而且有意义的图书馆体验 而市长魏佳燕也到场与老大人们共度欢乐的时光 花莲市立图书馆首先引领长辈们参观儿童馆的各个角落 让长辈们了解到图书馆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最后让长辈们进行雷雕小物的DIY活动 由馆员带领他们亲自制作属于自己的猫头鹰行李牌 老大人们认证地为挂牌上的猫头鹰着色 训练手的对啊 对很好 手眼协调 结合市公所啊 带老人家出来活动 然后又延伸到仕途这里 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除了可以出来活动之外 他们也可以看到 原来像图书馆它的经营方式是这样子 让老人家能够手动脑动这样子 市长魏佳燕也表示 花莲市立图书馆一直致力于 为社区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 建立一个更关怀支持和包容的阅读环境 丰富更年龄层的阅读生活 未来将持续办理更多跨世代的交流与互动活动 跟我们的YTACA基督教女青年协会一起合作在我们的图书馆这边办理一些据点的一些活动 那目的是主要让我们老大人可以到社区里面来走一走 那甚至于今天到图书馆做一些所做的一些小作品 然后可以还有做一些导读的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老大人可以去坐在一起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做一些自己的作品 然后分享一下作品的内容 跟我们作品的一些经验 那今天我们是用彩绘的一个猫头鹰的一个部分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样的活动可以持续的一个办理下去 那也希望说我们社区的老大人可以多出来走一走动一动 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 市地图书馆也表示为了方便影法族的阅读 乐理馆还提供了大字体的书籍和方大镜 以及老花眼镜 这些设施的引入能够让势力不佳的长者可以轻松的阅读 并获得知识的满足 欢迎长辈们能够多加使用 记者凌桀 花莲市 采访不老